千里光 眼观千里 千里光 千里光 那是什么呀 两个志童 缠着他们百岁的爷爷 不停地要爷爷 讲行医的故事 其中 有则故事 是讲关于草药 千里光的由来的 故事是这样的 曾经有一户人家 住在大山深处 夫妻俩十分恩爱 但一直膝下无子 直到一天 妻子怀孕 二人欣喜若狂 经过十个月的漫长 等待 妻子终于顺利产下 两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给女儿取名 一个叫美美 另一个叫东东 但不幸往往 掩藏在幸福的背后 两个女儿出生后 眼睛都不太好 看不到远处的东西 慢慢的 他们长大了 眼睛总是流泪 老两口爱子心切 为治好两个女儿的眼壁 东奔西走 便访明医 两个女儿也用了很多药 却总是没有什么效果 夫妻俩伤心欲绝 妻子更是终日以泪洗面 倒是这两个女儿 十分乖巧懂事 经常安慰父母 这才使家中 有些许欢声笑语 他们就这样相依为伴的 度过了童年时代 直到一天 两个志同的爷爷 去那座大山里采药 途中疲惫 借住在那户人家中 当时爷爷觉得奇怪 这家人都神情焦虑 眉头紧锁 询问过后 才知道 他们为女儿的眼病烦扰 爷爷便教他们用一种 黄色不起眼的小花煮水 再用冒几的热气来熏眼睛 美美和东东 按照爷爷说的方法熏眼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果真日渐康复 后来据说他们俩 可以看到千里之外 于是 人们就称 这种植物叫做千里光 千里光 有名九里明 九里光 千里级 眼明化的 其胃苦 姓寒 归肺 肝 净 具有清热解毒 明目 立湿的功效 用于臃肿窗毒 感冒发热 目赤肿痛 血血利解 皮肤湿疹等照 千里光不仅有药有价值 还有观赏价值呢 它生于山坡 临边 路旁 沟边草丛种 因此 它还成为沿途风景的亮点